HELLO 大家好,又是十三小推介時間 星期六,奧職 色尼打比,西色尼流浪者對 FC 色尼 盤口方面,客隊 FC 色尼讓半一 介乎中水或高水,在豬華和方面 初步是1.7至1.8 大部份都是傾向 FC 色尼 入球大勢方面,做到兩球半或三球的盤 應該都會出現 在這個情況下,十三小推介什麼呢? 進取一點點,賣個直接的豬華和客勝 希望到時都會有1.6至1.7 怎樣選擇呢?我們先看看兩隊近方 以及積分榜 大家可以看看,現在主隊的西流 第八位,其實真的沒有很爭 因為本身也不需要降班 也上不到去季後賽的 距離季後賽的第六名的麥爾本成 基本上只欠十幾分,做了三場賽事 自己寫下去就可以了 其實真的沒有可能 但是,左下的FC 色尼就不同了 他48分,距離榜首的54分 其實就叫做 數字上一定有的了 上策6分,三場球內9分 真的要贏了 看著帕斯江輝連續起碼要兩場失分 對吧? 但是,存在的機會呢 首先要這場球先贏了 但是五日後的,即是4月18日 一場的六分球出現了 就是 FC 色尼主場就對帕斯江輝的 這場六分球內呢 這場贏了 而這輪賽事可能帕斯江輝輸了 那下一輪呢,六分球贏了 其實就是,真是好看過什麼的了 所以這場球呢 戰意上或者名義上 一定要撐回客隊 那 不需要搞那麼多事情 穩穩陣陣的 主要和的客勝 已經是十三少今場的推介 主要和的客勝 FC 色尼的 鑾達 不需要 映像 似乎 絵 握 感谢观看